朱立伦接任副格魁 不过他的小舅子 比他早一步进入了内阁 就是刘魁时期的 蒙葬委员会主委高斯伯 有消息传出 因为呢 现在姐夫要当顶头上司了 高斯伯被爸爸高玉仁劝退 避免他拖累朱立伦 不过高斯伯今天否认家族 有任何人反对他 继续当蒙葬委员会的委员长 还说他和朱立伦都是相助格魁 两个人入阁 各拼本事 朱立伦风风光光要接副格魁 不过现任盟葬委员会委员长的 小舅子高斯伯 位子可能因此不保 传出朱立伦请出了岳父 前审议会议长高玉仁 劝高斯伯主动离开行政团队 关于我爸爸因为 说这个我姐夫就职来跟我 这个说我我的职位的事情 这个完全完全没有这回事 如果在一个行政团队 大家都是商助院长 去完成他的施政目标 强调劝退子虚乌有 谈情姐姐高斯伯充满了不舍 我想他应该是蛮担心的吧 现在的情况 要去接内阁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事情 而朱立伦也希望外界将他和高斯伯分开来看 如果他留任会是个困扰吗 对你们而言 我想高斯伯政目委员是我的亲戚 那这样的亲戚 在那个里面 只要他是人才 那一切都尊重院长 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角度去做文章 因为依法并不受任何的限制 强调一切尊重吴敦义的决定 依专业做考量 朱立伦才刚要接富格魁 自家亲戚的人事案 就已经提早被关注 中西文蔡木齐黄安晴 台北报道 中西文蔡木齐黄安晴